嗯 我是線盈啊 上次的三星龍Vlog還沒完的 現在是Vlog2 Vlog2我們去了第二邊 去了北川文化中心那邊 裡面有些介紹 有韓屋內部的展覽 也挺大的 沒多久就出去了 你看周邊的景色也挺特別的 就像這幅石牆一樣 還有的就是店舖也好 它也有韓屋的特色 看來的天 我們去過一天 天氣多好 藍天白雲 走走走 被芒果吸引 這是菲律賓Cafe 裡面設計成很熱帶風的感覺 那我們就叫了每人一枝芒果汁 一枝成為6000元 即是為港芝42元 來自甦芒果汁 我們是在那裡 一夜一夜一夜還會吃 來自甩菲果汁 不撐巴西丼 有更多雞 所以當中的未來操壞 那是哪個? 那也是那個印度的數字 那是那是森林嗎? 森林嗎?森林嗎?森林 森林太羞了 那是森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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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很像 森林很像森林 巴薯 這就是北京白景了 這都是韓國 哪有叫鯊魚 跟他回報 和路牌打卡 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航屋 讓大家欣賞一下這麼漂亮的航屋 大家如果租了航服的話 在這些航屋面前 拍照也挺有特色的 好像回到古代一樣 不錯的選擇 你看看這裡就有一批紅色女生 穿著航服拍照 那我衣服清凍VLOG就到此完結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就給個LIKE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追蹤我的IG Andyong